但凡是跟您说 练某个动作 会让您腿粗 胳膊粗 腰粗 或者哪哪哪 什么地方粗 拿个金刚八笔小腿 或者金刚八笔手臂 来吓唬您的 都是非蠢即坏 一般不是坏 不服装 不做任何重量训练 就是踮脚 不用踮脚尖 某短视频平台 有位专家 就说会让您的小腿 小腿肌肉变粗 然后还拿了一大堆实验 19几几年的实验 不知道哪的女的 日本妇女 然后也不知道 咱们中国人的踮脚会粗 这种事儿如果真能发生的话 那您知道欧阳春脚的训练 能解救多少黑人运动员的困难吗 I'm not get rich 咱们就来看看 天天做脚步训练 天天踮脚 天天做小腿拉伸的 他的小腿长什么样 反正我们有牌照的教练 就是我们都知道 肌肉增粗 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要增粗您的肌肉 有一个专门的训练 叫肌肥大训练 好久已经没有肌肥大了 简单的解释一下 您必须用 您能举起的最大重量的 70%至80%的力量 假如我能举起的重量是100磅 也就是70到80磅的力量 必须要做3到6组动作 每组动作6到12次 不仅仅如此 您还得每天补充1.8克 乘以您体重公斤数的蛋白质 您还得有极高的天赋 您才有可能 肌肉有牌照的教练 都知道这个常识 尤其是仙女仔们 真的没有必要担心增粗肌肉 因为您需要高腾素 你没那俩东西 你怎么长肌肉啊 对吧 非常好 有那俩东西都那么难长 那没那俩东西 是 不要练着不到林黛玉的量 操着石瓦辛格的心 尤其是关注那些 哎呀这个动作不能练 哎呀那个动作不能练 关注这些博主人 你们要担心的是 你们太久不动 身体就跟汽车放那不动一样 人会生锈吗 你的关节会生锈吗 关节会僵硬 肌肉会萎缩 它一个关节僵嘛 它周边的整个肌肉都会变得无力 然后失去它本身的功能 然后人就是这么退滑 衰老退滑 清醒一点 谁是真的为你们好 谁是又能华中虚宠 小题大的错 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导致咱们小腿粗细的原因 第一呢就是咱们先天的骨骼 这就是咱们脚踝这个维度 这是咱们测量小腿脚踝的维度 先天小腿的粗膝 OK 那下一步就是咱们的关节了 为什么 我在视频里强调 大家一定要垫脚 最好天天垫脚 我们脚和小腿里头有很多小骨头 和很多小关节 咱们重点的关节叫 True ankle joint OK 它的主要的功能 其实就是折点 帮咱们的小腿减压的 人体先天的功能 不然我printerfoot 那我只能 天到晚只能足备去 那我的小腿就紧张死了 就像之前教练跟我说的 我们人体像一个大楼 咱们的脚要有弹 像一个弹簧一样有弹性 猫为什么能从那么高跳起来 没有事 就是因为它每次落地 它的脚掌都能打开 让它变得很稳 它下一个关节 就是它的膝盖 就像下一个关节 它就不会受伤了 你想想 如果你脚和脚踝没有这个能力 你每次踏步大拼租 那你膝盖每次都 在为你的脚带长 你的所有的压力 都跑到你的膝盖上了 然后一个一个关节往上走 再到髋关节 再到腰椎 为什么要练这个点脚动作呢 恢复我们这个脚步的功能 增强脚底的力量 才能让你之前错误的结构 回到正位上 然后你的身体才能顺着一个 正确的运动链发展 就像咱们这有那个车流 运动链错了 车流有个车坏在那了 是不是那其他车 是不是得绕着走呀 对吧 它得往别地上走 交通堵塞 交通堵塞 等于说你堵了 它绕着别地走了 这就叫运动链 顺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懂了吗 肌肉也会顺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你的力线就不通了嘛 所以说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调结构 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决定小腿粗细的原因 跟腱的长短 直接决定了小腿三头肌 肌腹的高度 也就是说你的跟腱越长 小腿肌肉越高 你的小腿就越显瘦 跟腱的长短 取决于人种先天的基因 但后天是可以练的 可以变长 小腿肚子也是能往上提的 但不容易 必须从基本功练起 打通脚步 脚踝和下肢的力线 我可以用美国运动委员会的 名号来给你保证 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教练 会跟你说 你做哪个动作 会让你这粗 会让你那变粗 Fuck them 教练早发大财了好吗 多少见面运动员 要来找我们训练 我天天跟他见了得了 我还看上计程网 我最近还收到私情的 保证宰宰跟我说 某平台的博主说 这个拉伸会变粗 您不拉伸完全可以 但您做训练的时候痛 受伤 这也是您自己的事情 你如果吃不干净的吃了 我不会把洗 你弄什么意思 所以您不拉伸 That's fine Fuck it 那就别拉伸了 摔老快 肌肉要是松软的状态 如果您肌肉都是 一直紧绷绷的 这帮您减瘦 你应该能活到八九十岁 你活到四五十岁 关节是在关节囊里包着的 运动啊 然后不良体态 导致我们这个关节囊 越来越紧 就都是用你韧带 越来越紧 关节包裹的越来越紧 对 然后只要我们关节 一有力锁死了 然后关节囊有压力 那周边的所有的肌肉 都会变得又weak 它又弱又僵硬 这就是身体衰老的表现 我觉得那些 就跟你说这儿不行 那儿不行 做这个会粗的会粗的 那些博主 他们说是反向操作 就是他们的那些粉丝 就整天就不动 就缩了 可是我看他们的视频 他们说挖伸不好 然后他的下个动作 就是挖伸 他们连拉伸和功能性拉伸 都是拉伸都不懂 别人动作都不对 就我的对 就What the fuck 我觉得只要是韭菜 那你是免不了被割的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 就是别人发给我的 有时候 这个博主说 这个动作不能练 哎呀 我要说讲 这条街里面就有这个动作 我赶紧取关吧 您赶紧走 为什么呢 我不配 我服了 你买产品都知道 不买三无产品 你为什么要去信那些 连这儿能没有的教练呢 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说了无数次了 您身体结构 和运动功能的差异 导致了您训练效果的差别 因人而异 如果这个动作 对他可能有益 因为他的身体是 在一个正位 然后身体每个功能都有 对他有益 如果您不是 你有上交叉综合症 各种问题 对您来说就是有害的 同样的动作 对不同人 它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对这个人 他身体结构没有了解 你不可能帮他选择 那个动作是对的 那个训练是错的 你必须要了解 一个人的骨架结构 你才能判断 这个训练是适合不适合这个人 我都不知道 这些教练 他到底有没有带过会员 所有的矫正训练 康复理疗 我们都是给大家一个 有意识的运动模式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 都要对自己的身体结构 对我们的体态 都要有意识 再加上我们训练时 就是给您一个训练模式 它是一个顺其自然 顺理成章 顺手牵牙 不能说顺手牵牙 水到渠成 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就是真正的矫正训练 那下面我就带给大家 几个多美图 来看看 上转是 下转是 一个滚动脚 所以说咱们可以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在脚趾的第三时 就滚回来 滚回去 滚回来 滚回去 滚回来 滚回去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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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呢 我们可以变小鼓 大家看 这么一琴 你可以在我 后面一点点 我如果有个镜 我们帮我来 4-4-5 真的 这就是咱们在提招的更紧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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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屁股要离开 我们手呢 在头上的 两个脚并在一起放 咱们打开 慢慢地 打开 好 好 就像刚刚的弄挪 起来 坐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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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如果我们的淋巴系统预毒 血液循环受毒 那也会导致我们的小腿水肿 显粗 理疗按摩是可以帮助缓解这些问题的 点赞过三万出唇根链哦 爱你们 Peace